我告诉你 老子的银子也不是从天上跳下来的 反了 跟谁老子老子在 啊 别忘了这批银子是军饷 误了军饷军心离乱 我和各位脑袋都得搬家 钢青角丸丝严的阿克战意气风发 本以为这次可以随意拿捏岩商们 让他们乖乖交军书 然而老阿失算了 岩商们不但不配合更是赶回对他 汪朝宗更是指责老阿这是在巧取豪夺咽过拔毛 老阿也怒了 你真想抗制不成 我汪马就是个伤人 轮不着我抗制 看到老汪如此硬气 马德昌和卢德公也不得不对老汪刮目相看 一看两个人嘴炮不断 事业连忙站了出来 刚才阿大人的肺腑之言 如果大家依然不领情 那恐怕就不止捐输一项 如果圣上追究下来 那孕库的亏空 就真的要好好地查一查 一提到查亏空 卢德公瞬间不淡定了 按理说卢德公作为朝廷命官 应该帮助阿克战 可这些年他早已深陷扬州的泥潭之中 一听到事业说要查亏空最着急的就是他了 毕竟前任炎院尹如海已经死了 真要是查起亏空 他这个炎运使必定是首当其冲的 因此卢德公赶紧出来活悉你 各位总上 方才阿大人说的话相当透彻 在下也是九居扬州 对各位的家当还是略有耳闻的 七十万两捐输对各位来说还是 不难凑齐吧 一听这话老包坐不住了 老包跳出来一通发血 正好给了阿克战油桶 之前他还愁着没锅煮黄洞 老包就自己跳了出来 跟谁老子老子在 别忘了这批银子是军饷 误了军饷军心离乱 我和各位脑袋都得搬家 你说说是银子要紧 还是你这颗脑袋要紧 大人 我们炎商家里是有些银子 但是也经不住这么轰雷打闪的往外搬 再这么下去 小人就该卖房子卖地了 一听老包这么说 事业和私圣更是趁机疯狂拱火 他当场揭穿老包在之前打牌 是一掷千金 遇到捐输就叫惨哭穷的事实 老包惨遭疯狂打脸 恼羞成怒的他直接耍起了无赖 老包是真没银子了 包家在南河下 你喜欢宅子喜欢物价 你随便搬 这可是你说的包总上 阿克战心里是真欢喜啊 真是要什么来什么 自己正为银子发愁 赶巧就来了个送宅子的 老包是过了嘴瘾 但是老阿也不惯着他 他直接就泼下驴 把七十万捐输的一半分配给了老包 就由你包总上承担一半 三十五万两银子 何先生 明儿一早就去包家拿房借取银子 老包是无比的憋屈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这件事也算就此病了下来 智商感人的老包这次可谓是撞枪口伤了 老包的这一痛嘴炮 不仅使得汪朝宗之前的努力复制东流 更是害惨了自己 俗话说八仙过海阁显神通 炎商们虽然有钱 可一下子让老包拿出三十五万两的现银 也确实是难为他了 尤其是老包为了凑齐这笔银子 可谓是丢尽了炎面 这边的资料和凉内 有点摩殖 海阁燃